陈宇凡称为了我爱的人退出 为了我爱的人付出的宣言后 又迅速回到娱乐圈 白百合随之回归微博社交平台 而近日更是拍摄到 白百合和陈宇凡两人机场行走之间一路热聊 看上去十分的开心 完全看不出两人离婚了 据了解白百合拍新戏的时候 陈宇凡也一直跟着白百合 并且陈宇凡还将白百合拍戏的样子拍下来了 记录着白百合的一举一动 这无疑是复合的节奏啊 而且白百合的钻戒是陈宇凡送的 也许两人为了孩子重新开始吧 陈宇凡对此回应 我们只是找一个曾经谈恋爱的感觉罢了 换句话说两个人真的是要重新开始了 不过更多的网友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为了孩子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不过由于这两人的离婚 退出 付出和复合的步骤程序时间太短暂 不少网友调谈吐槽 快男超女组合 之前白百合的闺蜜就保良两人并没有离婚 只是为了这次危机才联手这样说的 为了能够降低影响最小化 甚至两人之间都没有离婚 一直恩爱呢 对此 陈宇凡也给出回应 我们一直恩爱 网友们纷纷称 难道是假离婚 两人利用炒作 大家觉得呢